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救谁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相信不久前热播的电影唐山大地震 大家都还记忆游行 其中有很多感人置身的场景 而最让我动容的 是当两个孩子都被压在石板下 做母亲的却必须放弃一个来拯救另一个时 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和痛苦艰难的抉择 是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 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 哪个母亲能轻易的做出选择呢 今年八月份我们蓝梦呢 就接到了一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一听她的声音 那肯定是家里都出事了 她说她就正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她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 她所面临的又是怎样的抉择呢 北京军区总医院的住院病房里 孩子叫胡高远 很难让人相信她已经十一岁 我最起码第一次见到这种骨瘦如柴的孩子 这孩子来了以后就根本就跟你不正视 眼睛没有从来没有正视过别人 就是那种恐惧和孤独的那种的 就很明显 圆圆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是她变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样子 膝关节那已经不能区区了 关节都像已经僵硬一样 肌肉组织发生了这个性变 一个是长期的营养不良 在医院上叫做恶病痣 人啊极度的瘦弱 包括她的超生检查是肝大脾大 另外还有腹水 原来十一岁的圆圆除了先天性心脏病之外 还同时患有其他的各种病症 由于病情过于复杂 目前医生还没有做出最后的诊断 可是就这还不算完 妈妈张俊丽居然说出了一句更加惊人的话 这两个孩子吧 他们说都是先天性心脏病 月月就是张俊丽的大女儿胡浩月 和弟弟的瘦骨临巡不同 月月看起来跟正常的孩子没什么明显区别 面色红润好像很健康 到底看似健康的月月 犯病的时候又是怎样的状况 她心跳的特别快 每分钟就高达250左右 一般成人的心率每分钟60到100次 孩子的心跳会稍快一些 但是只要超过140次 人就已经感觉非常不舒服了 这一分钟250次心跳 得是什么感觉呀 没有明显的原因突然出现心慌 头晕 恶心 这种症状是突发突出 有的人就一下子就醒不过来了 这就意味着月月的身体里 买这个定时炸弹 前一分钟还谈笑自如呢 后一分钟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 她就是先天 孩子在妈妈肚里边 肚子里边发育的过程中出现毛病了 所以就造成了 心脏里边可能有点缺一块 有点多个东西 它的发生率是在1%左右 就是每年在中国呀 出生的先行病人 有10到15万 所以是非常多的 听张军丽说 月月两年前 怎能做过一次手术 但是失败了 而要挽救这一双儿呢 唯一的办法 也只有再一次手术 弟弟 第一他的病情还没有完全明确 具体的一些费用 可能真是不好顾色 可能费用会很高 赐着个命 就花过了所有的钱 对于这个十几年来 一直与疾病打交道的家庭来说 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已经借便了 确实是非常困难 别说给病重的儿子治病 就连女儿的一次手术费 也凑不够吧 这个手术 就大约是两万到两万五次 我找不出 哎呦 这这错识是没办法 那只能先救一个孩子 几经辗转 多方咨询比较之后 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记者得知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有一个天使阳光基金的项目 能够提供资助的可能性比较大 于是 我们赶紧带了张军丽 去进行了咨询 这个天使阳光基金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呢 专门救助先天性心脏病 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么一个救助行动 张军丽家能符合资助条件 顺利获得资助吗 基于这个孩子的家庭的处于极度贫困的这个程度 所以为了挽救他 我们还是同意资助他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的专项资助 一下子让张军丽看到了新的希望 加上医院里的遗忘 现在总共有了三万块钱的手术费 兴奋之余 另一个更加严酷的问题摆在了面前 那就是这笔钱究竟先给谁来治病 如果月月不及时治疗的话 随时都有突发的可能性 而温静的生命 但是元孕的病情已经给身体造成很大的损害 如果再不及时查清病因 那么病情可能会更加弱化 两个孩子 我现在我必须先选一个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比较有把握的还是这个女儿的 她女儿的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现在的女儿 在张军丽夫妻俩的决定下 月月终于可以做手术了 一大早 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姐弟俩的病房 我的心里现在真的是七上八下 又想跟孩子做手术 又害怕孩子出什么意外 那她这个手术手术之前还需要什么准备吗 她没说什么准备 就说点多一点 打了那个皮试 做的是皮试 医生 医生 往来给我一说风险的话 我心里 哎呦 特别的不是滋味 就是因为孩子已经做过一次手术 失败了 我怕再次失败了 十二岁月月 这次已经是第二次进手术室 她倒是很坚强 看起来月月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紧张的情绪 但是一想到目前还没有钱治疗的弟弟 月月的脸上立刻就多了一份忧愁 她也会 以后她也会和一样 一样好的 那么跟你一会好起来是吧 为了缓解张俊丽夫妻担忧的情绪 也为了月月能够平安地完成手术 记者特意送上了一份小小的祝福 这是什么的 啊 啊 带了什么意思就到了 平安 对啊 就是平平安安的意思 希望我们的月月呢 一会儿呢 思想上做完手术能够平安的 看着姐姐即将走进手术室接受治疗 在圆圆的心底 又会不会因此而埋怨父母和姐姐呢 没事你说一个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就告诉阿姨就行了 11岁的圆圆很少说话 也许只有她那无助的眼神能够回答我们吧 手术就要开始了 月月突然显得非常不安 究竟她是因为害怕 究竟她是因为害怕还是有放心不下的事情呢 阿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什么事情你说 这个平安符可以送给弟弟吗 送给你弟弟啊 为什么呀 因为马上要进手术室了嘛 我希望这个平安符送给弟弟以后 弟弟能够在平安安的 姐弟情深呢 因为此刻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弟弟 是姐哥送给你的啊 干不干心啊 别哭 别哭 说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怎么样 让姐姐平安安安的出来 不哭了 圆圆不哭了 我们都希望姐姐也带你好起来 不是因为为姐姐高兴吗 还是为姐姐担心啊 还是自己难过吗 担心谁呀 我 哎姐姐 我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多事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 上完厕所了吗 上完厕所了吗 上完厕所了 来 你这个在这里 宝宝你平安的 你又进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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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术 不想进去 心里特别难受 还有心里还有宝宝 你的手术 一定要成功 没事 没事 干什么啊 没事 不关系啊 不快就出来了 好吗 都等着你啊 在我们记者刚刚接触圆圆的时候啊 只感觉她个子很小 也不大爱说话 但是却从没减得哭过 就在姐姐要进手术室的时候 圆圆哭了 而且啊 哭得特别的伤心 她这么哭呢 我想大部分可能是处于对姐姐的担心 可是在这哭声里头 有没有一些是对自己未来的担心呢 反正啊 她这么一哭 堆在一旁的张俊丽夫妇来说 那真是有如追心之痛 因为月月之前呢 有过一次手术失败的经历 这在全家人的心里 都是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 假如这次手术也没能将月月完全治愈 而圆圆也因此失去了继续治疗的机会 那么做出了局责的张俊丽夫妇俩 以后将如何面对这两个孩子呢 那么到底月月的这次手术效果会怎么样呢 一分钟广告以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红十字基金会的资助下 十二岁的月月终于接受了先天性心脏病的修复手术 一分钟广告以后 六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之后 手术终于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 对阿姨说怎么样 怎么样 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不好 哪里疼不疼 究竟月月的病有没有得到根治呢 疼了 耳朵疼 手术现在很成功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应该说呢 过两三天就可以吃了 孩子好了 真的 我们女儿好了 是吧 这个孩子确实难做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费了很半天的健康 愿意做这个 跑啊跳啊什么 这都可以做 跟其他小孩一样 这回真该踏实了 也谢谢你分 孩子平平安安的 是最好的 对对对 谢谢你对我们的心 谢谢 谢谢 这两天就能出院了 过年出院了 然后回去呢 就能上学 你知道吧 听到这个事 高不高兴 高兴 月月的现天性心脏病不仅得到了根治 而且还能跑能跳能上学 近十天的追踪采访 我们第一次看到张军丽和丈夫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真的感谢你们 真的感谢你们送我们这一天安抚 孩子今天安抚 对呀 那是 月月手术成功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圆圆的情绪突然不对了 听到姐姐的安慰 可愿再次默默的落泪了 尽管身体瘦小 但是已经是一个十一岁少年 面对即将痊愈的姐姐 在想到自己未知的明天 内心复杂 妈妈光带来给你看了 圆圆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儿子的费用 我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觉得真的很难 手术后三天 记者再次来到医院 月月已经能正常坐立行走了 这套扑克牌是姐弟俩最喜欢的 因为上面印满了北京的名胜古迹 哥小阿姨这是哪儿啊 这是天安门 大点水 天安门 那你去过天安门吗 在天安门 这是天安门 考虑到张俊丽一家比较困难 我们栏目决定 出钱让张俊丽为孩子们 置办一身 去天安门拍照的行头 我女儿 能不能出 差不多我女儿 这么高了 实际 听说能去天安门 一大早 月月和圆圆就起来做准备 在现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上 圆圆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由于她来说这或许是另一种方式的补偿吧 一二三 张俊丽告诉我们说 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外面游玩 更是第一次拍全家福 晚上他们就带着孩子们回荷兰老家了 等秋收了 卖了家里的麦子 再带圆圆来北京治病 一二三 这次的抉择 对于做父母的张俊丽夫妇俩来说 确实是太难太难 不过好在这次有了中国红市的基金会 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帮助 月月的病已经得到了根治 圆圆也实现了去天安门的小小愿望 看到这一家人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 我们的心里也感觉轻松了许多 但是让我记忆最深刻 也最揪心的还是圆圆 在我们记者采访过程中 圆圆总共哭过两次 一次是姐姐进手术室之前 另一次却是姐姐手术成功以后 她哭了 咱们来仔细想想 一个孩子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 如果说之前 她是为担心姐姐而哭的话 之后的那次哭泣 更多的是为了失落而无助的自己吧 我的未来在哪里 姐姐能跑能跳了 我呢 可能是因为她个头很小 我们都忽略了 她其实已经是一个11岁大的孩子了 她内心也有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真的希望我们还能为她做点什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有同感的话 请您伸出您温暖的手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了 生活流机和你在一起 稍后请您收看下期预告 七岁女童求而心切 我感到 美好心愿瞬间破灭 执着母亲坚守希望 然后我还是不死心 穷途末路 谁再次点燃生命之光 敬请关注 无儿女童求生之路 无儿女童求生之路